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大家好 這個時候真的 就會想到一句話 是阿娃世 你知道嗎 這蘋果的香氣 真的好好聞哦 冬天到了 日本最厲害的 青森蘋果又來了 青森蘋果又來了 我記得我去青森 出外景的時候 走在路上 那個路邊店家 都有在賣蘋果 我們每天早上起來 要去出外景 經過的時候我就買一顆 下午喝下午茶的時候 又來一顆 泡完溫泉又來一顆 蘋果真的是... 我覺得就是說你很健康的一個水果 就是它很多的維生素C 還有一些纖維質 我吃得到又覺得... 好像自己都覺得很Q彈了 有沒有像蘋果一樣 當然我可以刷一點點腮紅就好 但是光澤度什麼 你看,我故意把它拿那麼近 好,蘋果的蘋果是非常受歡迎的 而且真的是非常好吃 台灣朋友現在都吃得到 其實他也可以入菜 到底應該怎麼入菜 會讓我們這個菜色更猶豫呢 好的,今天請到了 幾位特別來賓來跟我們分享 要介紹的這一對 待會兒好好再跟他們聊一聊 這一對是我們民視的 也是我很愛的 這個新人很用心 然後真的兩個都是 從新人開始一直很努力 一直做到現在很受到肯定 那就是我們的民視為了小聲 就是林哲熙還有張家瑋 還有我們的大三 詹森林先生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哲熙 我是張家瑋 我是詹森林 今天與美鳳約什麼呢 帶您品嘗健康滿意的 新生蘋果 歡迎 鳳姐好 鳳姐好 來,我們抱一下 好久的吃了 來 媽媽 真的 謝謝 這個是兒子 這是媳婦 好 民視一線小聲 在未來當家的小蛋 兩個都是非常的認真 當然我們今天阿倫三個 也是很厲害的 我去他們餐廳吃過 他們做的那個點心 是素的 港式的點心 對 超好吃的 原來是你做的 很好吃 好,下次阿布帶你們兩個去吃 真的哦 太好 你們要拍戲 只要你們有空 要吃最近可能會... 我有言 我現在幫你打擾 這樣嗎 要打擾 我們都算很好摳 對啊,很好摳 好,如果你有空 我要帶你去吃 他們家那個真的很好吃 謝謝 很好吃的港式點心 我不知道說 這是素的嗎 用得很好吃 對 好 今天來這裡要跟我們分享的 聽說是用 蘋果來入菜 對,兩道菜就是 一道是 一道是 香平豆腐左沙沙的食材有 蘋果半顆 雞蛋豆腐一盒 番茄一顆 小黃瓜半根 黃椒半顆 紅椒半顆 仙平喉頭菇的食材有 蘋果半顆 喉頭菇五兩 青椒半顆 新鮮鳳梨十兩 初心 我們把我們的蘋果削皮 待會兒可以煮 湯或煮什麼都可以 對 好,削皮那邊好像也可以 好 那邊,對 這邊這個 這個工具是我們這邊 所以我比較知道 好 其實有的時候 如果這個洗乾淨的話 皮是都可以一起吃的 對 好,來 那是 好 我們把皮留下來 好,皮要嗎 皮要留下來 看可以煮一些湯 或者是水果茶都可以這樣 切小片 這個左沙沙的意思就是把它切成 很像細砂顆粒這樣子 好香哦 很香哦 對 我要泡溫泉了 對,我們那時候去 盧摩里我們兩個都有泡溫泉 好舒服 好,我覺得那攝影師 才舒服 可以去泡你的時候 不是泡你 看你泡溫泉的時候 鳳姐跟葳葳 那個畫面有多搖眼、多吸睛 還好 他們是因為工作沒辦法 一定要拍我 你呢,是不用 可以很少拍完 他們故意拍了很久 哪有,你是我最美的媽咪 真的 不過那次是一個 很難忘的一個經驗、體驗 我們因為拍八點檔 所以去那邊 好,蘋果其實因為他們很盛產 所以多的時候 掉在地上自然掉掉 來不及採收 有的人想說 會在口袋不可以買人嘛 所以他們就拿來做一個 好像觀光的一個吸引點 這邊裹 就好像就來可以泡澡 就是一個特... 又好像讓人家印象比較深刻 它不是土耳朵 其實它是加以利用 對 加以利用 延伸利用這樣子 沒錯 好 好 那我在想 像現在阿林塞 就是把所有蔬果都切細 切細 這個真的都是要刀工 如果自己媽媽在家裡 就是反正用在家裡 切得柔軟就好了 如果真的切不好的話 我們可以稍微塗一下 塗到柔軟了 塗柔軟就對了 它刷就對了 所以你現在所有東西都要刀柔軟就對了 不過你這樣看起來也有難度 好,你煮的應該是還好啦 來 好,那我們來調它的左沙沙的料 好 我們配料好一點 來 這個柚子醬 柚子醬 這個裡面有加一點蜂蜜 就是 韓國的蜂蜜柚子醬 對,還有膠質的感覺 對 那我可以請問一下 那這些蘋果還要幹嘛 待會兒我們後一道菜還要剩 還要煮 還要等什麼吃 還不能吃嗎 本來說 這個柚子 不然我們先把它噴一噴 我們現在還要用 好,我也要買 檸檬 帶它的酸味也是一匙 好耶 我們的橄欖油 潤滑一下 橄欖油 還有橄欖油 對 好 好 還有我們的棉湯 帶一點甜 一點 對,帶一點糖 要吃多少自己下去 對 好 待會兒一點鹹 後來比較好 會比較油就對了 一點尤其就好了 好 那因為這有一點稀釋 我們放一點香料 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太重 芯香料 對 那黑胡椒粒 待會兒的香 也是一點點 好 好 把我們調好熱 全部倒下去 這樣嗎 對,這很簡單 如果把油攪拌 把它攪拌起來也OK嗎 油攪拌 因為這是半小冷的 待會兒我們豆腐稍微煮一下 調好之後攪拌在上面 這樣我也要開火 對,來 我這個 我剛才攪拌一些油稍微煮 好 如果在家裡 不要用那麼多油 也可以把它煎 我們就要稍微微微微油就行了 好的 搭配蔬果調和成沙沙醬 再淋上金黃炸豆腐 簡單料理清爽香甜不油膩 喜歡就可以用多一點料這樣子 因為等一下是加的 我們的豆腐下去吃 可以 OK 好的 好 好 可以 加一點點下去 好,一點湯汁 這樣 對,淋下,對 對 好 還有這邊的湯汁 好的 好的,完成了 你看,很漂亮哦 這價錢就不一樣了 真的 我一度我們要下去炒 熱的 我們這是半... 好,這個不用了 好 那這個待會兒要切嘛 對,我要切 要用這個切 好 你不可能都用完嘛 沒有 這樣 用什麼用這個 我一手就好 待會兒要下去配它的菜 這樣嗎 太好了 那就我們了 OK 我這個不好意思 好,這個就可以... 可以用 好 這樣 我也要 媽媽,我來 這是嗎 好 媽媽,我來 好 我來 謝謝 這個要留我待會兒 是 不錯 你看還不錯 那個蘋果越削越小了 對 皮削掉就OK 好 就... 不要讓我緊張,你看看 對切就可以了 對切 好像很輕鬆 好 好 待會兒 讓我待會兒 可以 我也可以 可以,你這樣很好 這樣就好 可以 沒什麼漂亮 不會啦 不會漂亮 這樣嗎 我可以這樣嗎 也是OK啦 也是 簡單就好 好,我們現在這個 給它沒處理 這個油給它加熱 好 這樣嗎 這樣嗎 好 這很口渴 我來把它加一加 這個太太了 香腸了 這蘋果我記得沒錯 它應該是... 它平衡是富士蘋果 因為它吃起來... 謝謝媽咪 翻翻甜甜然後滴 翻翻甜甜 它有濃郁的香味 你看水分很多 不要吃那個了 這把它吃掉 香腸 不錯 當然要好 勤儉持家 我們這個猴頭菇 有沾一點麵粉下去炸 等一下再炒的時候 它比較能夠吸味 在家裡就已經稍微有炸好了 猴頭菇就是把這一道菜 當成好像雞肉 等一下咬進 就有那種雞肉的感覺 然後把它炸熱 就可以下去炒了 盡量會稍稍 待會要吸它的味道 好 我這看起來有點像鹽酥雞 鹽酥雞 對啊 它就讓你覺得好像... 因為它有沾粉 顏色會比較酥脆這樣 吃起來比較酥脆一點 對 好 但它這樣子 一定是比鹹酥雞 還要低熱量 對 就是那個... 好 薑末一點點 好 薑末爆香 放這邊 它好吃 一點點薑末 好 好 鳳姐,你剛剛是去泡南田溫泉 是 你有把蘋果拿起來吃嗎 只有你才會吃 我是說法 就是很會吃 是不是 這一整天起碼五百個人泡過 是不是 怎麼這樣啦 旁邊就一堆 不會下去 他旁邊一堆都讓你... 還不會下去泡 你怎麼不會坐 那個... 還不會泡 又拿起來吃 什麼泡最怕勝負 我看到那個畫面 有時候泡起來燙燙的 香燙的 它吃起來一定很好吃的 我一堆的蘋果 吃到什麼比較注意 軟軟的 然後香香甜點的 真的 真的很像那個蘋果派 軟軟的 很像甜點 還好 那一批是我第一個人去泡的而已 所以只有我的味道 對 就是它泡的時候 再把它放進去的 其實還好 它平常就不用這樣 因為青森的蘋果很多 然後價位又很實在 不貴 尤其到了當地 路邊賣都很便宜 鳳姐,你知道 我發現 我不知道你有發現 他們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的人心道上 有一些人心道 種的還是蘋果樹耶 我以為是省力道 是蘋果樹耶 因為如果在台灣 想說你旁邊 如果賺這些 帶兩斑一斑 對啊 因為它們太多了 所以就不會... 而且它的顏色超粉嫩的 蘋果樹要倒進去 好,剛剛把蘋果、青椒都放下去 就是稍微炒一下之後 炒一下 氣味有什麼 調味之後都放進去 番茄醬跟剛才說的炒 對,都放進去 糖放進去 現在吃肉蝦頭菇 熟一下 這樣就好了 過程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 因為我們好的水果 就不用太多的調味 簡單就好 好 看起來好美味哦 對啊 而且它翻得好 關火 我們加一點泰白粉 把它包住它的味道 一點點 好想來一碗白飯 真的哦 真的 這個也很好吃 對 這個有一點重口味 所以配飯也不錯,對不對 好 好,來 旁邊再切一塊 我旁邊再收一下 收一下 就這一道香檳猴頭菇 吃一道熱菜 我們用蘋果入菜 我們就來吃吃看 到底煮味如何 好,我們要準備上菜了 上菜了 好 好,你看 我們在現場 有這樣的精緻的料理 還有這個水果 還有茶 是啊 開動之前 我要先為大家倒杯茶 好 這個就是 蘋果紅茶 剛剛師傅 不是把那個皮削下來 有留下來嗎 然後我就請阿玲老師教我 就是來煮這個蘋果紅茶 這個蘋果紅茶是我之前在青森有喝到的 當地的人就說 它這個做法其實很簡單 但是呢 只有 為什麼 因為青森蘋果它的表皮是沒有上蠟 它可以就是果肉跟皮一起吃 營養師又有說它含有豐富的酵素 纖維素和膳食纖維 對 然後它這個果皮呢 要是不習慣吃果皮的人 其實是可以把這個果皮留下來 然後適當的加熱之後 它的那個... 裡面含有一個成分叫 果膠就是可以吸附女生 那個腸道內的多餘的水分 它是可以就是... 消水腫 對 它很好 而且它加熱之後 它的效果會比生吃的高於九倍 超好的 是哦 對,然後這個蘋果紅茶 其實很簡單 就是剛剛那個... 我們剛剛那個皮留下來對不對 那在那之前 先把水滾熱了之後 你就把皮放下去 然後之後再加一點紅茶葉 兩分鐘燜 燜兩分鐘 然後就好了 很香、很健康 好,可以了 太好了 蘋果的好處非常多 而且重點它是好吃 那阿林師傅把我們作家的料理 我們現在來嘗嘗看 好,來,先吃哪一個 淡的先來 好的 好,就是淡的 好,比較爽口的先來 謝謝啦 謝謝 超經濟的 謝謝 來,謝謝 來,冰糖的水果 拿到真的 很清淡 配著它的水果汁這樣子 好特別哦 你這個是有... 剛剛有放青椒對不對 有 沒有,小黃瓜 小黃瓜 是小黃瓜,對 對 那個小黃瓜 放進去有加分耶 對,脆脆的這樣子 對 脆,然後那個... 有它的口感 那個... 那個提香的那種感覺 很搭哦 對,很搭 脆脆的 對 我覺得有椒這個 我們都覺得說 這個味道會不會... 不會,很搭耶 對,很搭 好特別哦 很搭耶 這個讓豆腐稍微煎一下 焦一下比較好吃 好吃 好爽哦 很香哦 不會去破壞 我們本身好了蘋果的味道 不會 好吃 它的甜都是那個蘋果的甜味 帶出來的 好吃 而且調得真的剛剛好 剛剛好 很好吃 接下來就是這一道 猴頭菇 猴頭菇的 我們是炸過有一點脆 這一道菜沒有燜得比較軟 我們是炒脆的這樣子 好 這個應該就是那個蘋果 對 我想要白飯 好好吃哦 吃這個就會想要吃那個 配白飯 真的哦 那個猴頭菇 其實這個就是人家很... 像很流行的蔬食 蔬食的糖醋 像我們的糖醋雞肉這樣子 對 猴頭菇它吃起來 並不會覺得它是猴頭菇 會覺得說好像是雞肉耶 對 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有把它走水 讓菇盡量淡到一個程度 對,菇的味道 好 首先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個青森的蘋果 好,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嗎 其實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蘋果 還有蘋果的料理 我真的不騙你們 我大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大概有一百... 一百天我都在吃蘋果 蘋果派 我最常去便利超商 買他的蘋果派來吃 因為我很喜歡吃蘋果類的食品 那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看那邊 看旁邊那個阿鈴薩旁邊那個 對,那都是我的啊 那都是我的 對,待會兒我們要帶回家庭 世界 世界一 世界一是最大的哦 最大的 有兩個貼標籤的 那兩個就是世界一 拿來送禮都很有面子 對 對,我們金童藝女要特別給我們介紹了 這個就是很大顆的 有名字 對 漂亮,顏色非常 但是送人就是很面子 又好吃 前面的那個就是富士嘛 對不對 前面就是我現在在吃的這個就... 富士 它就算是水分最多的一個 大家都熟的 都知道了 比較知道 大家耳熟能祥的一個水果品種 它的甜度跟酸度都是非常剛剛好 非常平衡的 像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金心蘋果 在這邊,金心蘋果 因為它是 而且它吃起來有點淡淡的 牛奶的香氣 這個是你最愛的,這個 這是我最愛的 金心蘋果 對,謝謝 很香 吃起來就會有一點那種 今天我們還沒有出現那個土齊 因為土齊... 土齊蘋果它只有一個月的盛產 就是很短 很短,一、兩個月而已 對 其實怕吃酸的人 吃這個金心蘋果 是真的是最剛好的 但如果說喜歡吃 有點帶酸味的話 其實就可以吃吃看 王霖 這個嗎 田中帶酸 好 來,林先生,來 菜肚 謝謝 這個又不一樣了 好,謝謝 對不對 它的酸味就比金心蘋果 還要再酸一點點 今天跟大家分享很多好吃的 新生蘋果 我在想 是不是也讓我蹲下去在家 太好吃了 很愛吃 都不放過它 好,錄影 我待會兒可以慢慢吃 我就會說 新生阿翁摩尼 不是說風景漂亮 然後人情味十足 對 那些人真的很好耶 人很和善 然後再來就是 他們蘋果是 應該就是說 很用心在... 在菜肺裡種 都用套袋的 種得都很漂亮、很優秀 其實像他剛才說的 人情到上面 我們有時候都有吃飯 它是種蘋果 對啊 那個景觀看得到 都是說一定要去上 我們去那裡自然不會太慢 就是要去上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去那裡走一走 參觀一下 而且說起來 那個交通也算方便 也不會很久 對啊 還是算方便 而且現在交通也越來越方便 到那邊搭新幹線什麼 你一邊玩 在火車上吃便當 也是一種享受 對啊,真的 慢慢的 慢慢的也可以... 來個打其他俏 對 謝幕 還有一個打其他俏 你很嚴格 對 好 好 吃的蘋果會更幸福 對,很像蘋果一樣 紅通通 對啊,要幸福 真的 又可以可愛 又可以啤勵 好的 在這裡祝福大家 一切順心 有空呢 我們就可以去青森走一走 日本也是一個不錯觀光的地方 吃的東西 人、看的都很熟悉 好的,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更感謝這對金童義女 謝謝鳳姐 謝謝鳳姐 還有幸福久久哦 謝謝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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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幸福哦